老板 下完了 老板 下完了 你看什么呢 这刹车好像有点问题 搬 搬 搬完了 对啊 这么快啊 你不信看吗 我们那么多人的吧 看 太快了 对啊 不对吧 少了点吧 老板 你说这四百能拿三百呢 说好都打包三百了 怎么少啊 这更加少了 你加十块也不够呀 怎么就死了 那么多人呢嘛 你咋走 那亏拉个不能亏下里的呢 喊什么喊什么 喊的是价 还的是钱 怎么的 你们要四百我就给你们四百呀 三百 要不要 你们这欺穷嘛老板 欺负人也不是你这么欺负的吧 你怎么耍鼓烂呀你 你说谁呢 你说谁耍烂的 你们一群爸爸才耍鼓烂的 偷奸俱华的 这时候抬抗物价 怎么的 你 你 你们还要组团咬死我呀这边 你怎么管你是什么呢你 怎么办 怎么办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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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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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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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g open theamour 你别催我了 我正往地铁站走呢 我穿一高跟鞋 我 喂 我听不见 喂 谁呀 谁那么坏啊 谁呀 刹车啊 刹车了 刹了 怎么不管用啊 不管用啊 刹车 刹车坏了 坏了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 刹车坏了 刹车坏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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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撞上了 就差那么一点儿呀 吓死我了 大哥 大先生 大先生 大哥 不不不 今天多亏你了 这得拿着 拿着 这三百 拿着 那 你们去喝喝茶 给大哥压一下去 三百 不够吧 你想想啊 这车刚才撞了老太太 三百块钱 你能把这事摆平吗 那肯定够了 大哥 您要多少 别 别太压力了 黑倒不黑 就你钱包里那点就够了 差不够拿 你咋便宜了 等等 过来 我没了 这四百 是我们应该得的 这个拿着 记住 我们棒棒 不是无赖 不是无乱 走 走 旁边够 大哥 咱们继续吧 好大一块肥肉 有点志气行不行 谁那么缺德呀 你给我出来 你让我下这玻璃 你怎么回事啊 你别让我抓着你 你你怎么能干这么缺德的事 我该怎么办呢 美女 要是被抢劫了 就打110报警啊 别让我我翻着呢 你不是 你怎么了你啊 你说我怎么就那么倒霉啊 这好好的走着路 忽然从天上掉下一个玻璃 你说玻璃掉就掉 砸死我得了 不便不正砸到我包上 一个包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啊 你懂什么呀 这是一般的包吗 其实你要想知道这个玻璃是怎么下来的 也挺简单 我跟你说巧了 这片小区的监控室啊 就在前边 我一个老乡就在里边上班 太好了 谢谢你啊 我今天真是遇到胡雷锋了 不要叫雷锋 我叫牛海波 他们都跟我叫牛老药 牛老药 牛老药 你就在这边做帮忙吗 我经常在这一块儿这儿 我晃悠 走 监控一般是不能随便给别人看的 不过老药到在面子上 你们就看吧 谢谢 谢谢 谢谢啊 对对对 对 就这儿 再往下看 麻烦你放大一点 这不你 我 又老药呢 又哥了 你把放过送到大学城一路口了 我得车换了 我得新车呢 你给我送过来就行了 好好 大哥 我可算找到你了 大哥 不不不 你你你别着急 我的车马上就要修好了 一会儿我带你去 我带你去 不不 你我现在不是你的恩人 你是我的恩人 不不不不不不着急 不不不着急 帮帮帮说 帮帮说 喝喝水 喝喝水 好好好 怎么回事啊 事情是这样的 你好 请问一下 你知道一个叫牛老药的棒棒吗 你认识一个叫牛老药的棒棒吗 我爸 是 这 我以为他说是我的车 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明白了 你的意思是说 开着我的车 对 然后把路边的玻璃给撞烂了 对 玻璃又把有钱的美女的包包 给撞坏了 对 然后你来找我陪 是这个意思吗 对嘛 你看我开你车是帮你 我屁 爸爸 我看你想钱想风了吧 我 你讹人你得换个招 我还用这老一套呢 不是 我没用啊 你没什么 我没有你 你没人家管 你别走 你 你不能走啊你 你家管 你别走 大哥 不得不退 我都睡了 你太不够意思了 你跑什么跑啊 我看看爸爸上天想风的你 这儿去我来了你 别跑 别走 别跑 别跑 你干嘛呀你 跑 你们跑去投胎 你臭棒吧你 找我要钱你 你没见过钱你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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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